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三百五十九回 被打回原形的赵宁神 神情呆滞站在春神湖上 是真正的尸魂落魄 一袭猪袍在他四周疯狂飞旋 好似老铁在下嘴一盘美食 徐凤年没有理睬这个兴师动众 请下初代天室的年轻道人 他脚踩魁缘 背负无字石碑的大员 往春神湖水师滑水而去 真武大帝的百丈金身 随之转身面朝青州水师 瞬间相聚不过几里 须凤年抬起一脚 真武大帝如影随形 金族抬起 做事就要一脚踏下 水师战剑成湖行 裹住春神湖南畔 靖安王赵寻所在黄龙楼船 首当其冲 就要被那百丈金身一脚压下 大难临头 大多水师都是匍匐在地束手待毙 贴身护驾的王府护聪 则要果决许多 顾不得心中肝胆欲猎 纷纷跃起 试图替年轻藩王 挡下这仙人一踏 一时间刀光剑影 二十余人各自亮出兵器 直扑真武大帝 可是西数啊 被势如破竹的一踏之威 碾压回船 赵寻脸色苍白 握住身边女子 冰凉牵手他痴痴的望向天空 就在这赵寻 自以为必死无一之际 一袭肃节道袍横掠而来 倾听点水 踩过一条楼船战舰的旗帜 高高撞向真武大帝脚底 以尖扛山 硬是让那一踏出现一丝凝滞 徐凤年犹豫一下 仍是缓缓塌下 真武大帝随之继续踩下 年轻道人尖头血肉模糊 他咬牙道 殿下 万万不可一掌天势杀世人啊 天理昭昭 玄武法身 即便为你驱使片刻 天平与真身 与你意会 徐凤年面无表情 继续吓他 年轻道人已经被迫 落足黄龙楼船 整条战舰都开始沉入湖水 只剩靖安王照寻这一层 尚在湖面之上 倒是喘息过后 单膝跪地 此此扛住 真武大帝 今身今足 断断续续 以密语 艰辛告知 徐凤年 由淮北游侠鹤助 拼死暗约 送信物给殿下 不可耽搁 此时他已是策马赶之快学 山庄外 命悬一信 与服指知 与一位假姓姑娘有关 徐凤年皱了皱眉 他收回一脚 真武大帝 终于维持不住 百丈金身 缓缓消散 大圆背上 五字杯 寸寸军裂 徐凤年回望一眼 神情复杂 这趟比试啊 看似是赵宁神 跟徐凤年 这两位年轻一辈的寄计 一个请来龙虎山 开山立护的老祖宗 一个请下真武大帝的 无上法身 龙虎山和武当山 都可谓 倾尽全山之力 那孰高孰低 就算瞎子也知晓了 原本以赵宁神的道行 和龙虎山的底蕴 初代祖师爷呀 可以在人间 逍遥三柱相逛 而徐凤年 请来的真武大帝呀 最长不过一柱相 关键是呀 过了这村 可就没这地儿了 不过徐凤年也没如何后悔 当初记下悲伤的古传 给李懿山呢 抄写了一份 后者趁着徐凤年去北马 闭门前行考究 整整一年 也才解除大半 一边着手 在武当山八十一封设立周天大教 李懿山留下锦囊之一 便是针对日后龙虎山的请神一事 那徐凤年的初衷啊 是有朝一日引诱天人赵皇朝 到这春神湖上一展 以此呢 将天人天龙一并展楼 赵宁神不过是误打误撞 让徐凤年不得已 早早泄露了天机和压箱底的后手 不过徐凤年对此 也谈不上有多遗憾 这龙虎山和京城天子两个赵家 早已融为一体 气数共存 融入与共 这次就当打狗给主人看 徐凤年瞥了一眼 跪地恭送真武大帝 百丈金身 消散离去的武当年轻长教 他对这个年轻道士 没有什么恶感 阻拦自己呢 脚踏春神湖 从长远来看 也是好意 他深呼吸一口 徐凤年一手捂住额头 剧痛过后 恍惚片刻 头脑中空白如纸 似乎忘记了什么极为重要的事情 可偏偏的就是记不起来了 不由得摇摇头 李玉甫亮清着起身 他嘴唇微动 传来蜜语 那鹤柱为人重伤 体内渐气 意识成阴 仅凭小道帮忙吊住一口气 命不久已 殿下速去庄外 剑上一面 徐凤年赶忙掠回山川 站在院子屋顶俯瞰 见到有一计 趁着山庄动荡 快马加鞭直闯大门 那年轻游侠似乎在私生节里说着什么 只是此时啊 快雪山庄都被来去匆匆的百丈金身 给震慑得心神不宁 无暇顾忌 这么一个行事无礼的无名小卒 那纵马狂奔的游侠儿就像是一只无头苍蝇 胸前的都是血迹 脸色苍白 摇摇欲坠 他眼前一黑 就要低落马背 视野模糊之中 游侠只见一道身形从墙头掠置 将他从马背上扶下 他贴着墙根席地而坐 鲜血不断从无嘴的手指中渗出 身前白头公子哥 靠指轻敲挤出翘穴 硬生生止住他体内 似于乱窜 搅烂心肺的狠毒剑气 那公子哥沉声问道 我就是徐凤年 你有何物要交付于我 原本这天生轻面如鬼的丑陋游侠儿 从怀中啊 掏出了一根钗子 颤颤巍巍地递给徐凤年 他沙哑道 在下何柱啊 遇上一位年轻魔头 当街胡乱杀人 神受重伤 被一位家姑娘相救 他要我将这只钗子送往北梁 说是跟徐公子两不相欠 由于死前的回光返照 恢复了几分神采的何柱 挤出一个难看至极的笑脸 他缓缓道 何柱 北人见弃所伤 一路赶往北梁 听说上阴学功有世子 赶赴北梁就想之顺路同行 只怪自己本事不计 半路昏厥过去 所幸 又为武当长教李真人救下 才知徐公子身在快雪山庄 若早前知道公子 便是那北梁世子殿下 何柱当时 也就不答应这事了 毕竟 怀北赫家 当年就是被徐大将军满门抄斩 可既然答应了贾姑娘 男儿一诺千金 不得不为 徐凤年紧紧握住那枚沾写的钗子 他柔声问道 贾姑娘如何了 初看面目可憎的丑陋游侠儿 忧心冲冲冲道 执着贾姑娘跟三名身手高深的魔头互相绞杀了好久 其中一人剑气惊人 沿路杀人如麻 自称一截柳 其余两人已是北莽口音 武当真人道破天机 说多半届是北莽那边的一品高手 贾姑娘交易我差子之时 距此两百余里的沁湖城 在城南一条叫做梅子巷的巷弄 受伤破重 还希望徐公子赶紧前去救援 徐凤年点点头 握住他的手 缓缓注入真气 为其续命 知道了 贺柱摇头 徐公子 不用管我贺柱生死 快去 李玉府飘然而来 徐凤年站起栓来 朝贺柱深深作一 李玉府轻声道 殿下放心北行便是 由玉府在此送贺兄弟最后一程 徐凤年双手往下轻轻一压 地面一阵 只见他身形拔地而起 如同一株长虹灌空 竟直跨过了快雪山庄 李玉府蹲在贺柱身边 他双手握住 轻面再次转惨白的贺柱 那匹与主人多年相依为命的猎马 青采马蹄来到贺柱的身边 低下头颅碰碰碰碰贺柱 然后屈膝跪地 依偎在墙角跟上为主人遮挡风寒 贺柱他立声问道 你真人 有酒喝吗 肩头血气斑斑的李玉府陷入两难境地 贺柱摇头豁然笑道 算了 身上啊 也没酒钱了 都说穷得叮当响 可贺柱这会儿 囊中都无半点叮当响了 贺柱只做过哺乳流的小城酒税吏 不会察言观色 稀里糊涂混了几年 撑下的银钱呢 也就只够牵走这批军营不要的猎马 本想在江湖上走一走看一看 要是可以用诗词买酒该多好 少年侠气 皎洁五都熊 肝胆冻毛发怂 礼坛中生死同 一诺千金钟 一诺千金钟 年轻游侠儿 尼南生渐渐小去 李玉甫久久不愿松手 不知过了多久 耳边只听猎马乌夜 李玉甫站起身来 将鹤柱背到马背之上 牵马缓缓走出快雪山庄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田家庄 大小村子 兴罗旗部长短燕驱罗志 有一大片菊园 植树六千余株 所产洞庭黄菊 是皇宫一等贡品 只是入冬之后不见果实累累的盛景 不过菊园有每一棵菊树 留意菊过冬的风俗 寓意年尾有余迎新年 庄子里嘴馋的顽劣儿童呢 胆子再大也不敢去爬树偷彩 每次在菊园附近嬉戏 也只敢眼馋着远观 此时菊园便是依稀点点挂艳红的景象 一名青山儒生模样的年轻人 闯入菊园 轻轻弹指 弹落有些宝经风霜的干瘪红菊 一股脑的都在怀里 也不剥皮 一口就是半个 大口的咀嚼 俊雅儒生身边 跟着个面目寻常的枯瘦老人 如同手缘的菊农 不慎其眼 年轻人抓起一颗菊子 朝老人咧嘴一笑 后者摇头 示意对着菊子没下嘴的兴趣 年轻人嚼着菊肉和菊皮 用北莽言语含混的说道 列阳江南这边 真是饿不死人的好地方 以后要是一路杀到了这边 我非要跟李密碧 要到手一个良田万亩 当官就不用了 老人瞥了眼年轻人的后背 有三个好似极佳的窟窿 硬生生的堵住了伤势 两剑一刀都穿透了身躯 亏得他还能活蹦乱跳 身负重伤的年轻人魂不在意 两口一颗橘子 很快就解决掉一整兜 他伸手拍了拍衣衫尘土 不想牵动了伤口 顿时忍不住呲压咧嘴 一根手指轻轻拂过胸前一处结痂的伤口 身上其余两个剑坑倒还好说 此时啊 手指下的刀口可就阴险了 是一记手刀造就 不比他拿手好戏插柳成音 逊色几分呢 想到那个扛着一根 枯败向日葵的姑娘 年轻人头大如斗 早知道当初就继续跟黑少年缠斗出城 而不是跟剑七进互换对手 当时只以为啊 这名不知名的小姑娘再生猛 也厉害不过生而金刚进的徐龙象 她在神武城内 用巧劲一剑换徐龙象只有蛮力的两剑 也没觉得怎么吃亏 其实啊 略有盈余 不过实在扛不住那少年 面无表情 拔出体内柳阴一剑的眼神 可惜了那柄常年随身的短剑呢 给少年愣是拧成了一块废铁 如生装束的一节柳 转头幸灾乐祸的笑道 老阿 听说黄青跟那小子打得天昏地暗 光是剑就换了七八柳啊 称呼古怪的老人点了点头 看到一节柳身上结痂有肾血迹象 加快脚步贴住她后背 有白絮丝丝缕缕套出指尖 在一节柳伤口缓缓结痂 老人眼角于光处 有一名高大魁梧的人物站在小土坡上 像是登高远跳 一节柳弹下一颗橘子落在手心 然后抛向那名比他足足高出一个脑袋结伴的人物 那人头也不回 接住橘子后啊 双手手心搓滚着橘子 愣愣出神 竟是一名女子 身形啊 在肥壮之间 她身上那套衣服 对七尺男儿来说 都算太过宽松 在她身上仍是显得紧促拘束 头上沿袭北莽女子五兵配 面部啊 点擦着鹅黄燕子 可惜啊 面貌中下的缘故 非但增添不了几分姿色 反而有些不伦不类 她腰间系了一根玉带 悬挂小刀小囊小伙食等 诸多小巧实用物件 琳琅满目 瞧着 倒像是个会过日子的女子 一节柳撇了她一眼 蹲在地上 狠狠揉了揉脸颊 她重重的叹气一声 自己再加上两个货真价实的一品高手 竟还是被那个小姑娘不停追杀 天理何在啊 要知道 她跟老鹅不但是一品 还是诸王里极为精通暗杀的拔尖人物 传出去 别说她一节柳颜面尽失 诸王的脸也一起给丢光了 论单打独斗硬碰硬随便拎出了一个对敌 那个不苟言笑的小姑娘胜算都不到四成 可那小姑娘的袭杀手段层出不穷 让他们三人呢吃足了苦头 连诸王两俭之一的老鹅都说 这丫头啊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不过那丫头的日子也惨淡 吃了老鹅一记俭妇和慕容娘们一掌 更被她废去一条胳膊 差不多呀 算是离死不远 可仍不愿意罢休 一直纠缠到今日 一节柳心想啊 下一次露面啊 也该是她彻底离开江湖的那一天了 老鹅环顾四周 她自言自语道 那少女 擅长齐门炖甲 水炖土炖都是行家老鼠 上次咱们呢就在河边吃过亏 慕容郡主特地挑选了这座土地松软 而且勾取繁多的庄子 大概是想大的方方给她一次机会 来了结这趟长途奔袭 省得大伙都老心 一节柳吃笑 那姑娘凌厉的很 不会闪歌 绰号老鹅的北莽猪网元老 摇头笑道 小姑娘手段巧妙 可惜体魄跟不上 接连负伤 撑不了多久 君主若是心狠一些呀 连眼下这个机会都不给 三人鸡脚相依 说不定那姑娘就要无声无息 死在路途中了 为时可惜呀 君主到底跟咱们这些刀口填写的粗老爷们不同 心胸广义些 一节柳瞅了一眼 身下的奇大的女子壮实背影 他会心笑道 不光是心眼 胸脯什么的 都要略大一些 老鹅称不上什么官邮子 不过呀 还是没有附和搭枪 毕竟那年轻女子 是女帝气重青睐的同族后辈 北蒙两大黄姓 既有慕容宝鼎这样成名已久的天宗雄才 年轻一辈中也有耶律东床和慕容龙水这样的舞蹈清秀 这两位的修为境界还要在心入金刚境的拓跋春笋之上 慕容郡主虽说长得确实出格了点 可是北蒙啊 口碑不错 对黎阳风土人情 那熟人的就像是中原柿子 尤其难得的呀 是他虽然身为天皇贵胄 又身负绝学 性情却也半点不乖利 换成其他皇室宗亲女子 亲耳听到一节柳如此非议 还不得恼羞成怒到当场翻脸啊 与耶律东床齐名的女子掌心翻转橘子 不知为何他想起了一事 姑姑笑问他若是北蒙吞了黎阳 难免沾染上中原风俗 那北蒙儿郎能够继续上舞多久啊 若是连一百年都撑不下 对北蒙儿而言铁铁南下意义何在 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喜好雕妇鹅的郡主 他给出的答案是死上百万人 换来大秦之后百年大一桶就算赚到了 更别提还能让姑姑的名字被后世牢记千年 再跌脚的掌柜 再跌脚的算计也都不亏 姑姑闻言龙言大悦 慕容龙水清晰记得同为郡主的女子 说出这一话时 眼神伶俐 挑衅一般的望向自己 慕容龙水心情阴郁了几分 这一路跟义杰柳和朱网前辈同行 被那个小姑娘纠缠不休 义杰柳显然大为恼火 凶险厮杀中 光是无辜妇孺就杀了不下三十人 他对此就算是心中不喜 可终究不能多说什么 北蒙黎阳如今表面上相安无事 是拿数十万条甲氏性命填出来的 黎阳几次北征 阵王将士来不及果实难下 就地挖坟掩埋 这些年不知被北蒙人翻来覆去挖了多少遍 祸不及妻女 死者为大 冤家一解不一解等诸多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 在国仇家恨面前往往都不知一提 与人提起呀 就只能是个笑话 慕容龙水数次独身游离北蒙 见过许多北地志同 分明足足辈辈辈远离战乱 可提起黎阳那都是咬牙恨齿 面目正宁 没有半点天真无邪可言 其中一个部落重金购得一名 掳掠到北蒙的中原女子 已是怀胎数月被抛福而死 一群马术尚未娴熟的少年就肆意纵马踩踏尸身 猛然回过神来的慕容龙水 看到事业之中的景象 他明显愣了一下 一位身形消瘦的姑娘扛了柄 哭拜向日葵 轻轻的走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